最近,蓄利亚的局势越来越严峻,双方交战越来越激烈,土耳其甚至出动战机与蓄利亚进行了空战,并在空战中使用F-16战机击落了两架蓄利亚的苏-24战机,随后,蓄利亚使用导弹一举击落了六架土耳其的无人机进行回应。 而当地时间,3月4日当天,蓄利亚军队使用了又一款强国的武器,让土方坦克招架不住,蓄利亚军队配备强国的红箭7-3D导弹,并对其进行了改进,主要是在制导仪下方的光学瞄准通道上,并接了一部热像仪,其他地方基本上没见过有加装这部热像仪使用的画面,而且他还使用了电视CCD侧角,抗干扰能力比红箭8还强。 T-90上的红外干扰机对它的作用有限,对土军坦克威胁较大。 红箭7-3D导弹是强国自行设计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,其采用光学瞄准跟踪导线传输指令,红外半自动制导方式。 盖进后的系统保留了手动操作功能,全武器系统由导弹发射装置和地面控制设备等组成。 该导弹适于单兵携带地面发射或车载发射,主要用于攻击坦克装甲车辆,也可用于摧毁火力点和简易野战攻势。 该导弹在经历改进后,其实际已经是一款第二代反坦克导弹,部分性能甚至超过红箭8,而其更轻便易协,灵活性更大。 在俄旭联军开始对伊德利普发起进攻后,土耳其便出动军事力量进入叙利亚,开始帮助叛军应对俄旭联军的打击。 土耳其出动了近千辆坦克装甲车进入叙利亚,还向自己驻扎在叙利亚的12个据点,增派了6000名士兵。 土耳其派到叙利亚的坦克中,最先进的是T-90。 T-90是20世纪90年代初,俄罗斯研制的异形第三代主战坦克,该坦克装备了一门125毫米自动装弹滑糖炮,能发射普通炮弹和炮射导弹,配备窗帘、一光电、干扰系统和V84MSV型柴油发动机,连T-90都扛不住红箭73D,可见土耳其装甲部队很难应对红箭73D的攻击。